觀眾朋友你好 節目一開始 先談一談那個 跟今天的主題無關的事情 上禮拜四有話好說 小弟我在主持有關於妙禪 然後談到一些言論的時候 好像因為我家裡就沒電視 好像這幾天在電視報紙 都有很多很多 對我的一些批評跟指證 那當然都是虛心受教 不過昨天晚上我寫了一篇文章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或許可以到我的臉書 或有話好說的臉書 粉絲專頁上去看看 其實事實跟大家想的 並不是那麼一致 不過因為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不在這邊浪費節目的時間 那今天節目要談什麼呢 下半場呢 我們來談談 奇怪 怎麼又是林口長根 又出問題了 財團醫院 為何風暴不斷 這幾天呢 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這個更厲害 這個叫做隔空開刀 這不是特異功能 而是說明明這個要開刀的醫師 他人在國外 還在臉書上打卡 結果呢 後來登記了這個說誰動刀呢 就是這個醫師 也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醫師根本沒動刀 動刀的是另外一個 可是呢 他就去申報健保了 那這有什麼問題呢 另外一個也是林口長根醫師 在婦產科的部分 他們有自己的醫護人員 寫了一個公開信 指控林口長根 有非常多的這種不必要的 過度的腐爛的檢驗 像是子宮鏡 而因為做這個動作呢 使得一個新生兒 就這樣子失去了性命 下半場來談談 為何財團醫院老是風暴不斷 而上半場談什麼呢 今天行政院 包括農委會跟經濟部 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現在呢 在農田上呢 當然也有種稻子 種玉米 可是呢 更多的是種豪宅 還有種一種東西 叫做違章工廠 違章工廠呢 在農田上是比比皆是 而今天行政院 跨部會的會議決定 第一波十七間 從去年五二零之後 才蓋的這些新增 違章工廠呢 要強制拆除 當然展現鐵腕 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行政院是不是雷聲大 雨點小 是不是抓小放大 因為呢 在去年五二零之前的 這些老舊違章工廠 要怎麼辦呢 行政院提出一個想法 說 實在 你地方你也不敢拿 不然這樣 我們輔導他 遷到工業地區 遷不走呢 是不是他可以付出一筆 所謂的污染補償金 然後就地合法 這樣跟不通 污染的 所謂的違法的 這些違章工廠 在農地上真的可以讓他就地合法嗎 上半場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政大地珍系的教授 徐世榮 徐老師 大家好 我們再來歡迎是財經專家 徐情煌 大家好 先來看看行政院 今天正式決定 十七家違章工廠 馬上就要拆 違建工廠 出立在水田正中間 從空拍鏡頭 看來格外突兀 因價沒被拆除 明顯還在施工中的農地 新增違建 是這次農委會首坡公布拆除的對象 包含新北市一件 彰化八件 嘉義兩件 台南一件 高雄五件 去年520之後 新建中且沒有合法文件的 全臺共有十七件列為首坡的優先拆除名單 等到有很多員工的一個工廠之後 那大概地方政府要去處理就很困難 所以在我們這次專案裡面 就是只要是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合法的文件 在新建中的建築物 那基本上就是一路 一路要依法來做採除 農委會透過衛星照片 盤點去年520之後的新增違建 有兩百八十六棟 上午農委會內政部和經濟部 舉行跨部會會議 最後確認先拆十七件 不過只佔新增違建的百分之六 整頓農地違建是否雷聲大 雨點小 經濟部表示還會有更多拆除名單 不過首波違建拆除名單最多高達八件的彰化線 縣服表示只要符合不污染等五步條件就考慮不拆 對此農委會強調要加強溝通 不過就算彰化線真的願意配合 將首波的八間違建都拆除 問題還是很嚴重 經濟部統計彰化還有一千五百多間違法工廠 可以臨時工廠的名義 繼續生存到一百零九年六月 而不去登記臨時工廠的 至少也還有四千到六千間 顯示出政府公布了首波拆除名單 但農地違建能解決的比例 其實遠遠不及 冰山一角 記者黃金郭俊麟 台北報導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最新的決定 先拆十七家 不過之前說其實你已經列管了兩三百家 怎麼只要拆十七家 不過經濟部跟行政院各部會說 沒有 這是第一波而已 還有第二波 第二波到底要怎麼聽 再說 不過第一波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決定的過程 七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行政院就宣布說要執行 拆除農地上的新增違規工廠的專案 然後在八月的時候 農委會已經做的盤點 盤點出來說 現在農地上有十三萬家的工廠 十三萬家 我想到應該都規法了 農地蓋工廠怎麼會合法 十三萬間 好 九月一號去查核說 去年二零一六年五二零以來呢 有兩百八十七處的土地呢 有變動 什麼意思呢 本來在做法院 本來做樹枝 太大一個鐵皮 去工廠啊 現在其實衛星空灶很厲害 那興建中的工廠二十二建 完成的工廠十二建 疑似工廠五十八建 倉庫四十五建 九月十八號 就擔心 農委會內政部 經濟部共同決定 第一波要拆哪些呢 新北市拆一建 臺南市拆一建 高雄拆五建 彰化拆八建 假意拆兩建 另外還有五十八件 應該是工廠 還有四十五件的倉庫 第二波就要來拆 我先請教一下清晃 這個叫什麼 鐵腕 你要說鐵腕也可以 但是你想想看 相對十三萬家 你覺得實際價很多嗎 特別是他是針對五二零之後 有做土地變異的均作處理 這告訴你什麼 有沒有很像我們在拆 一般市區的違建 我們一定是拆最新的 那那些過去已經很舊 已經養成的那些 已經有就業人口 有工廠 那規模式起來的 基本上那種要動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要稱他是鐵腕 其實這個坦白說要打個問號 但是你要說政府執行不利 他有他實際上的那個為難的地方 因為他是一個 我們要說他是歷史工業 就是過去很長三四十年來這樣 臺灣經濟脈絡發展下來的結果 如果你記得的話 一九七二年的時候 那時候謝東銘在當臺灣省主席 推出一個叫客廳級工廠 是 鼓勵大家把客廳當作是一個 你就可以來幹嘛 就創造這個自己經濟的地方 那問題是那個廠 其實那時候是廠地的廠 可是很多人把這個廠變成工廠的廠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是怎樣的 反正我家就是在農地上 那我就直接幹嘛 就是把這個水電做好了 把那個鐵皮搭起來了 然後我就把馬達基台引進來了 我就可以變成一家工廠開始創業了 但是在那個年代裡面 他沒有什麼違法合法的問題 因為根本就沒有法令 去約束這個行為對不對 對 那到後來的結果是 當法令出來了之後 可是大家發現什麼 在農地蓋工廠 反正離婚到很快 很方便 很方便之後發現農地跟工業地不一樣 是工業地要繳稅 農地基本上我還不用繳稅 在那個年代 後來當然就最近是要他們要繳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還省一筆稅金 當省一筆稅金之後 你在這邊開工廠 我在這邊開工廠 然後大家都開工廠變成什麼 我們變成一個產業聚落了 我們變成一個產業聚落之後 你家需要的我幫忙 我家需要的你來幫忙 大家互相幫忙 這樣一個產業聚落形成了之後 你要叫他要遷到其他工業區去怎樣 就有難度了嘛 因為他裡面就有好幾段的演進 從我們剛剛講的 從稅金的節省 然後到最後發現農地取得便宜 然後再一段就是我剛剛講的 產業聚落起來了 那你今天叫說 你剛剛說的要政府要輔導他們搬到其他工業區去 可是你想想看有這麼容易嗎 這是一件大問題 我在這邊很方便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在高雄的岡山 然後到那個那個那個那路主那一帶 有一個很大的螺絲聚落 在臺灣他的產值大概有七百億的規模 這麼大的產值超過一萬五千人的就業人口 在那一邊 可是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幹嘛 也是一樣 是農地的違章工廠 農地的違章工廠 可是創造出這麼龐大的就業 他們所謂的聚落效益好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好到就是說 曾經有個日本的廠商 到臺灣到高雄岡山這邊 要找螺絲的供應商 他去了其中 比如說去信聰 那個你的工廠去看 看了之後發現說 你的跟我要的螺絲 還是有點差異 因為他們是要做木造建築的螺絲 他發現還是有些差異 那他是集單 他在一個禮拜內 他就必須要怎樣 趕快把這個量趕出來 然後到日本要用 他想說那你應該做不出來對不對 哇 多厲害啊 你就馬上跑去你家隔壁幹嘛 有一個做模具 跟做機械設備的老師傅的廠 你把老師傅找過來 老師傅看了看 這個日本人的需求之後 現場一個小時內 幫他把東西改完 改完之後呢 一個小時之後 他就告訴日本人說 我可以做你的集單 我做得出來 這種非常有效率的聚落效應 其實他是很難養成的 那你今天告訴這個廠商說 你在這個農地上面在這邊有違法的問題 你搬到其他地方去 你比如說搬到臺南去 搬到哪裡去 給你一個合法的工業區土地 你說他搬得走嗎 其實有困難 所以他是好幾段的這個發展過程 累積下來的 變成一個歷史 工業在那個地方 所以今天演變到今天為止 他事情變得更複雜 為什麼更複雜 那個年代的農地跟工業地 其實我們知道 即便那個年代 連工業地價格都不高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工業地 過去幾年來 價格翻了五倍 翻了三倍 五倍的價格翻上去之後 除了我們剛剛講 聚落效應之外 成本變成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他變成說 我現在去找一塊 工業區土地 價格都漲那麼多了 那為什麼我要去 那反正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對地方政府來說 他也不會隨便動我 因為我有繳 幫我的員工保勞健保 對不對 我有付他薪水 地方政府要繳稅金 房務稅我一定有繳 然後還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 那個年代工業區土地 農地的土地不用繳稅 可是後來政府也學聰明的 地方政府說 你這明明就拿來當工業用 我要給你課稅 不但課稅 而且因為你是違規使用 你搞不好還要付規費 他就變成是地方政府的 另外一個怎麼樣 裁員裁員的來源 是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地方政府會輕易動他嗎 也不會 所以就變成說 這一些人怎麼樣呢 他開始比較 這我就覺得我有恃無恐 那我已經講說 這麼多救援人口 你怎麼可以輕易動我呢 那對中央來說他創造了營業稅 這些等等的收入 那然後他又創造了就業人口 他是GDP組成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怎麼會輕易去動他 所以這樣的歷史工業 就變成說政府在處理 所謂的農地圍建工廠 為什麼會綁手綁腳 這就是很大的原因 不過現在看起來 就是說十三萬家 現在要先拆十七家 等一下請教徐老師 因為您長期就是研究 臺灣的土地政策 跟土地發展的一些困境 第一個就是十七 十三萬處理十七 這是一個數字 但是更大的荒謬是 恐怕這十七家 還不一定拆得了 我們來看看彰化線 對於這些要強制拆除的土地 農地上的工廠 也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想法 我們來看看 數百坪的廠房 用鋼筋水泥 大概三樓高 他就是被列為首波拆除的 違章工廠之一 業者砸了兩三千萬蓋廠房 現在想透過五步來翻身 我看廣中要怎麼辦 我們要去 我們就配合你 五步一絕對 你有信心你也可以 去扶著服務 對啊 我這裡沒無量 我這裡沒無量 沒辦法 不可能 彰化有六千多家的 違章工廠 而在鹿港的豬尾巷 繞上一圈 可以發現工廠和農田交錯的情形 非常的普遍 彰化線建設處強調 就地輔導有五步的前提 包括不污染農地 河川 空氣及公安 以及杜絕逃漏稅 至於已經存在 特定農業區上的 違章工廠 如果符合五步 而且被列為專區 也可能透過輔導 就地合法 農業區裡面 它的這個違章工廠 它都已經有做到 相關的環保 還有那個消防 那我們應該朝向 怎麼樣來輔導它 強調就是說 這五步它如果不符合的話 它一直在污染農地 河川 空氣 這個我們絕對一定要拆除 位於污染農地前的電機工廠 躲過了第一波 違章工廠拆除名單 所在地原本是特定農業區 正在走合法化的流程 舉報的環保團體指出 彰化縣政府的五步一絕對 沒有解決農地污染問題 特定農業區如果可以透過政策 的結編 違章工廠就地合法 不符合公平正義 彰化縣政府目前規劃了 產業專區及特區 要透過國土計畫結編 輔導合法 遷入產業專區 讓違章工廠的成年機閉解套 記者黃雄賴維杰 彰化報導 所以徐老師 十三萬家只現在要拆十七家 但是十七家恐怕也拆不下去 很有可能 因為背後還有很多政治的因素 不過我首先想要提供一個歷史的背景 我想先做個補充 也就是我們以往 謝東銘副總統時代 家庭及工廠 那是我們還沒有區域計畫法的一個年代 我們的區域計畫法是民國六十三年公佈 然後呢 我們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是民國六十五年公佈 那六十五年公佈之後 經過十年的時間 我們終於把非都市土地進行編定跟管制 這是一個很不容易做到的一個事情 但是以往我們的政府在這個部分 其實有發揮非常大的一個信力 也就是我們在民國六十五年 我們在編定跟管制的時候 我們的編定是按照他現況使用來編定 是 大概是不是 所以在六十五年之前 那個時候就像清華剛剛講的 沒有法律的規定 所以要蓋就蓋 但是在六十五年的時候 我們各地方政府按照現況來編定 所以在那個之後 可能就是都是違法的 可能在那個之後 你再蓋了這些違章工廠 可能就不太適合用歷史工業 這四個字來給你形容 六十五年是一條線 對 六十五年是一條線 但六十五年到七十五年 我們花了十年的時間 剛開始是從屏東開始 最後是在嘉義縣 總共是 所以這個是非常浩大 非常不容易的一個工程 所以大家要瞭解 你現在要毀掉的是這個 這麼長久的時間 大家所建構起來的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 一個制度跟法規 我們這個在背後都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的基礎 這第一點我想先跟各位 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第二個我想跟各位補充 我們現在農地 剛剛有一張powerpoint 是 有說八月十八號有沒有 其實八月十八號呢 當天農委會呢 他除了說農地上有十三萬家工廠 可能就是違法居多 但是同一天 他也公佈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今天有把他帶過來 那可能不過這個 這個並不是彩色的 他說我們現在真正在種植農糧作物的 只有四十四萬公頃 但是我們需要的農地 如果我們要滿足我們的糧食自給力 達到百分之四十的話 我們需要七十四萬公頃 所以我想盼請大家注意 我們現在在量的方面 我們就已經短缺三十萬公頃 我們現在正在工作只有四十四萬公頃 四十四萬公頃 如果我們農糧食要無餘 要七十幾萬 只有百分之四十 糧食自給力而已 百分之四十 糧食自給力 我們現在可更地 也只有六十二萬 那我們已經短缺 在量的方面 已經短缺三十萬公頃了 這個我想這個大家 首先要有這樣的一個項目 如果糧食自給力 在各國是用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 所以在農地短缺的情形下 我們還要讓這些違章工廠就地合法 那另外除了量之外 我盼請大家也要思考 其實剛剛那個影片 其實也已經播放出來 我們有污染藏子 各位看到沒有 是 其實我們在農地上的污染的情況 是非常嚴重 如果各位上環保署土屋基金會 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很多的控制藏子 很多的整治的一個藏子 尤其是控制藏子 非常非常的一個嚴重 所以我另外一個 我們不管在量方面 我們不是不斷地在減少 那我們在植的方面 糧食安全 跟我們身體健康 有非常極度的一個關係 所以快速的惡化 對 我們在植方面 我們因為我們的農田 被那些工業廢水的污染 我們很多葛污染 新污染 拱污染 所以在農地上所生產出來的農作物 不適合我們人民來消費 對我們的健康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污染藏子跟控制藏子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現在今天 我也是剛才知道 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消息 所以我們的農委會內政部跟經濟部 還有我們社會大眾 只猜17件 可能還猜不了 但是我們的一個更大的一個圖像 可能大家 剛清晃講的可能就產業 是經濟的面向 當然我們必須要考量 這一點很重要 就業方面考量 但是另外一個面向 可能大家也不要忽略掉了 就是我們量短缺三十萬公頃 瞭解 不過徐老師 我們的值也不斷地在遍地 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從事一個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計畫 我們馬上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會把這個數字 對台灣社會來公佈 也就是我們經過 我們非常嚴謹的一個普查 我們台灣的人民 對於糧食安全 健康糧食 是非常非常關切的 不會 就污染的部分 我先請教徐老師 剛剛我們談到一個名詞 叫做五步政策 而五步就是說 你不要去污染農地 不要去污染河川 不要去污染空氣 不要危害到公安 以及你不要逃漏稅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彰化 那個被列到第一波要拆的人 說 哇 沒污染 你如果要納稅金 我也要納稅 張化憲政務就說 我們應該把副稻 副稻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不要聽 這個你能接受嗎 五步污 我想根據這幾個原則 這個其實政府 這什麼五步什麼什麼 這個其實早就在講了 但是就是我們台灣社會 往往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我們再把這個問題切開來 現在的政策是說 去年五二零之後 你蓋的違章工廠在農地上 全部都要拆 這個政策很清楚 後來執行是另外一回事 那可是去年五二零之前的怎麼辦呢 不管是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違章工廠 怎麼辦呢 行政院的態度是 如果說你這個工廠 就是在優良農地區裡面呢 截到別的地方 簽到工業區 如果說是在優良農地外 那可能可以讓你就地合法 農地就可以轉成丁種用地 可是你要自己去付 所謂的本來農地變成丁種用地的這個價差 還有呢生態補償金 那農民拿到錢呢 可以再投入農地生產 當然也可以所謂的乙地 異地的部分 那當然有一套算是 我就要請教兩位 用所謂的這個方式 來讓老舊的違章工廠 就地合法 可行嗎 不過我們來看看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個 污染其實已經很嚴重 而且污染不會是指污染你這一塊土地 污染物呢 是會隨著土壤 水 空氣四處飄散 我們來看看臺灣農地污染的嚴重情形 成熟的二期稻作 金黃飽滿 卻被環保局盯上標示牌 因為這些稻作 全都遭到重金屬污染 環保署去年七月針對陸港境內 七個農地調查採樣 結果發現四十一點六公頃 滅葛銅含量超標 有農民懷疑污染的源頭 就是當地的五金電鍍廠 當地的農業區 錦鄰電鍍工廠 及金屬表面處理廠房 環團也指出陸港的頂帆地區 就是水五金的生產重症 但當地灌牌都是流進陽仔措息 造成污染日益嚴重 他們的水源就是來自這個上游的水源 但是其實他在農田旁邊 又有長出非常多的工廠 那其實他們灌牌沒有 沒有做好處理的狀況之下 他就會容易會污染到這邊旁邊的 那個優良的農地 此外三年前搜水有風暴 祝先鍋裂城的地下游場 就在屏東的農地旁 直到排出惡臭和污染 才遭民眾揭發 綠油油的農田上冒出一棟棟的工廠 這是不少農村的景象 環團估計全臺有超過七萬家違章工廠 找在農地上 該如何根除農地工廠 並且保障當地的產業發展 考驗著政府的智慧 不過金黃 這真的是在考驗公共政策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決策 你如果說用很高道德標準 非法就是非法 怎麼可以農地在蓋工廠 所以全部都要拆 全部都要走 但事實上你就是做不夠 你只說十三萬 你要十七家 你就做不到了 你更何況說你要一併處理 可是你如果說要用一個比較務實的 不然我們就輔導合法 不是去做測試 他裡面有個比較大的盲點 是在於說你怎麼去確定 他沒有污染 你要想你去檢查的當下 絕對污染 誰要排廢水給你看 要排也是偷排 偷排的時候你也查不到 那排完了走了就走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而且有這麼多家 你怎麼知道是哪一家排的 所以要確認到無污染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有難度的 我們通常看到社會的重大的 那個污染案 通常都是已經很明確到 就是說你會去針對他 但是那樣的狀況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查的事情 所以光是要做到確認 無污染本身 我覺得那個就是有難度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彰化相當是一個水五金的聚落 他是由上游到下游 從設計開始 然後從他的製造 然後到他電鍍到檢查到出貨 他也是整個一條龍的聚落 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 有多少的廠家在那個地方 那他也是在農地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 彰化縣政府的態度 變成說要輔導他 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對他來說 那個就是一個 不管是稅的來源 或是創造機會來源 他如果一旦去動到這些廠家 跟動到自己選票基礎 是一樣的 可是這時候問題 就要談回來 就是說你剛剛所講的 那個補償金的措施 有效無效 我覺得這是一個要被討論的問題 因為你要想說對這個廠商來說 怎麼樣他才會願意去簽他的廠 對不對 是 那簽他的廠的時候 我們剛剛就提到幾個門檻 第一個門檻 我要放棄我現在這個聚落的便利性 然後我簽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是他第一個門檻 第二個門檻 我在這個地方 已經很固定的對不對 那我反正稅的基礎也是一樣 那我簽到另外地方去 如果繳的稅跟在這邊差不多 那我還要多花錢 那邊重新再蓋一個廠 那你對他來說 這是第二個成本 所以我們剛剛簡單的講 就已經有兩個成本了 一個是聚落的便利性 另外一個是他要付出的 這種所謂外部建設成本 如果這兩個成本對他來說 跟你剛剛講補償金 他一算 發現我在原地比較划算 那我為什麼要配合你的補償金 政策 我去做簽償的動作 對他說這並沒有任何的好處 除非一個變因就是說 中央跟地方強力執法 對 你不搬 我就斷水斷電 然後接連開罰 對 因為你 但是這件事做不到 因為人家現在就是在出貨 他的產值就是高 像我們剛剛講水五金聚落 他一年也創造八百億的產值 也有一萬多個員工在那邊就業 你說叫政府對他斷水斷電 換作你是經濟部 你也做不下去 那所以他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他的另外一種方式是 看你要不要拉高 他的現有成本 不管是稅付或什麼成本 拉高之後 他覺得說 那我不如簽到另外一個廠序 比較划算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才有可能幹嘛 簽的意願會比較高 那徐老師你怎麼看待 我們就舉例子 這是天下雜誌跟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所提供的資料 在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漲成全世界最大 隱形冠軍 臺灣素聯 在臺中神鋼大理 這是生產自行車廳組建 世界排前三名的 地保車燈 全世界排第一名 在鹿港頂番坡 振興香蕉 在彰化大村 也是世界前十大座輪胎的 自創這個Markies 然後自營實業高雄岡山 這些螺絲是世界第一名 真的有辦法處理他們嗎 我在想 剛剛我們前一張PPT 有提得到相關的辦法 但是其實我們區域計畫法 本身就有一個可以變更的正當行政程序了 比如說剛剛提得到了違規三十年罰款多少多少多少 我們現在我們都是政府先定一個目標 定一個原則 然後我們就要去執行 但其實我們忽略掉了 其實我們區域計畫本身就有正當行政程序 你把那些區域計畫委員 你把它晾在那一邊 我們是不是 當然這個是一個原則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可行或不可行 清皇剛剛提得到 有可行也有可能不可行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履行正當的行政程序 你我們有一個變更的程序 地保 如果我們再到下一張 是 地保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 然後還有水武金 你們這個好像都做了一個非常好的 蘇聯 地保 政新 自營 實業 都對經濟上有很大的一個攻擊 你們可以申請啊 為什麼你們都不申請咧 各位知道嗎 因為他們不申請啊 他們就是這麼搞啊 你懂意思嗎 他們就是不申請 不是說我們沒有程序 長期以來二三十年來 我必須提出指責 他們就是說 我就是老大 我就是可以有付稅 我又提供就業機會 你政府拿我沒辦法 我跟地方政治派系有關 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提供政治獻金 你能夠拿我怎麼辦 地方政府就不作為 但是我們區域計劃法本身就有變更的程序啊 二三十年來他們都不作為 你還站在他們那一邊嗎 每一年我們中央政府 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 每一年我們內政部都不斷地呼籲 呼籲啊呼籲啊 各地方政府你們要嚴格執法 地方政府言者尊尊聽者渺渺 大家都不做 他們也不做 反正你拿我沒辦法 各位 面對土地徵收咧 面對市地重化咧 面對都市更新咧 我發現我們政府現在是兩個臉孔 面對這些強者 我們政府是卑躬欺息 哎呦 拜託啊 絕對不會猜啊 面對社會的弱者 苗栗大譜 各位看怎麼樣 面對社會的弱者 我們就強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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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我們現在政府非常缺乏社會的公平正義 這個問題 這個農地的問題 背後就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有關於農地上的 我們當然許老師那個情緒以來背後 當然有長期長期的這些 因為我想跟各位提醒的問題 今天就是苗栗大譜 張大哥他逝世四週年的日子 他的房子苗栗縣政府就拆 硬拆 各位還記得嗎 但是面對這些社會的強者 我們的政府是跪下去了 是跪下去求他們 可以這樣嗎 他們其實可以提出申請 但是都不申請 有關農地上的這些違章工廠的問題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追蹤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又是林口長庚醫院 在之前談到所謂的急診醫師 要集體離職的這個風波之後呢 現在又傳出來 包括說隔空開刀的問題 也包括所謂的子宮鏡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林口長庚醫院又出包 一名副產科醫師常常受邀出國演講 不過日前被院內護理人員 在網路上爆料 這名醫師出國期間 卻在院內有醫療記錄 疑似隔空看診 隔空開刀 對此長庚醫院經過調查後 證實這名醫師近兩年來 的確有四天沒有依照規定請假 但是手術 門診及住院工作 仍然掛名 將一規定送院內醫師資格審查委員會論處 院方表示這名醫師出國期間 雖然沒有親自為患者進行手術 但是有找其他醫師帶為開刀 因此沒有逸領健保費的問題 至於健保申報錯誤的部分 將會整資料後主動提報健保署 不過貴府部強調將請地方衛生局主動進行調查 本部以派員跟桃園衛生局 共同前往長征醫院進行相關人員的約談 跟事件的調查 並不是他幫我開刀 但是上面的名字 或者是病程的記錄 手術內容的記載等等 全部都是簽署他的名字 我們覺得說這個有病例記載不實的問題 醫改團體建議政府應該修改手術同意書 內容除了告知風險自費項目等 也應該確認是否有主治醫師親自動刀 以避免醫病資訊不對等引發醫療糾紛 記者來順便講龍翔 台北報導 介紹下半場的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本身也是副產科醫師 現在是立法委員林靖怡 林委員你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朱顯光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長庚醫院自己發了一個新聞稿說確實是這樣子 外面講的都是事實 就是有一個副產科的醫生 林口腸跟醫院確實出國了 但是他沒有依規定辦理請假的手續 所以在申請健保的時候 錯報了四天 那這個事情會自己主動提報給健保署 那醫師也會依制度來懲處 衛福部的說法說 根據醫療法第六十八條 醫療院所要督導醫事人員親自執行紀錄 如果作假的話 罰多少呢 一萬到五萬塊 那醫改會的說法是說呢 患者可能會被欺騙 明明你的阻止是這個 還會開刀另外那個 還會這樣 甚至你告訴你 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誰給你開刀的 然後建議衛福部要修改手術同意書 上面要寫清楚到底誰動刀 消激會的說法是說 依照醫療法的規定 醫師一定要親自診療 如果不是親自指刀的話呢 會觸犯刑法 偽造文書罪 什麼意思呢 你就讓那個健保署的這些公務人員 登載不實 馬捷醫院的董事長劉伯恩 他說呢 醫院是採師徒治 一臺手術 最少三個醫生 比較資深的 只是掛名指導 可能只是出口而已 實際操刀的可能是 領其他兩個稍微之前一點點 我先請教一下委員 這件事情很荒謬 還是很平常 就是說醫師的指刀的部分 像劉伯 就是這裡面各自都有一些說法 其實第一個事情是這樣子 尤其是在醫學中心 教學醫院 他其實都有兼具教學的任務 所以說很多時候 主治醫師或者是主任 他可能在這臺刀裡面 他可能就是那五分鐘 十分鐘 前後可能是他的住院醫師 對 看頭看 那是最重要的的時候起立 那前後可能是住院醫師處理 或者是說有一些非常比較簡單的刀 譬如說只是燒刮術啊 那種兩分鐘的手術 那種你要叫主治醫師親自下來處理 沒有道理 因為那個在受訓過程裡面 他其實是指導 那所以說這裡面有幾個狀況 就是說第一個住院醫師 基本上來說 他們都有醫師資格 都有醫師執照 是 那住院醫師可不可以執行手術 除非某些特定的手術 好 不然的話理論上住院醫師可以 那舉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譬如說某些時候緊急剖腹生產 主治醫師在路上 住院醫師是第一線看到的 你只有兩分鐘時間救小孩 住院醫師要不要剖下去 要 那可不可以剖 可以 因為他是有執照的 是的 可是長庚這個案子比較糟糕 是說他的主治醫師 根本不在國內 了解 這個兩件事 如果說你是醫師 他人就在院內 我可能是你有問題 你call我 我隨時來處理 或者是說 你先把前面處理了 我中間的時候上來 最難的那兩條血管 我幫你綁掉 接下來讓住院醫師繼續開 主治醫師在旁邊看 這個都OK 可是他這個案子是 主治醫師連人都不在國內的 這個真的太過分 因為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誰來負這個責任 那我搞不太懂 既然你都不在國內 你剛剛談到說 譬如說那個 譬如說 我都是給這個人去看診 然後我從之前的那個 這個產檢都是給他做的 突然凌晨兩點要升 你要叫醫師 趕快趕過來 他真的也會趕過來 現在醫師真的很辛苦 可是呢 你可能一下子開四指 開五指 就要生了 你才有可能又等這個醫生 這個大家能理解 對 那所謂的 那個複雜或是教學的刀呢 那個資深的主治呢 在旁邊指導學生 師徒傳承 這個也可以理解 對 問題是這個已經在外國了 對 你為什麼一定要上面 申請健保的時候說 是這個某某某醫師開的刀呢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事情 這個醫師其實我們在醫院裡面 剛剛講到師徒治有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住院醫師嘛 交給住院醫師 這個住院醫師很厲害 都交給你 我非常放心 這是另外 這個是很離譜啦 我說這樣不合理 另外一種就是 都是自己的 就是說這個出去的主治醫師 如果是自己的老師 那你老師叫你幫他開刀嘛 我也是主治醫師喔 只是我是被你訓練出來 主治醫師 你叫我拿你開 我敢不敢說不 醫界有點這種問題啦 就是說師徒之間 老師出國去了 可是他不願意把他的病人 就是跟他病人老老實實說 我不在 像我之前我跑國際醫療 我會不在 我都會老實跟病人說 我哪一天到哪一天我不在國內 我會把你交給哪一個醫師 那這個醫師 我為什麼放心交給他呢 因為他哪裡哪裡這樣 大家都很清楚 知道誰會照顧他 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醫師他出國 可是他沒有讓他的病人知道我出國 也沒有申報 也沒有請假 在他的 甚至像有些醫院比較嚴格一點 醫師請假 直接鎖碼 不能用這個醫師的身分 去開任何的處置 這樣是一個標準程序 所以這裡面 這個醫師本身有問題 第二個醫界文化裡頭 就是師徒之間 同事之間 通常不是同事 就是他不把你當同事 他把你當學生 你幫我處理 還有一個更大問題 就是醫院管理的問題 是 第三個要講 就是可能是管理的問題 這個醫師 醫師明明不在臺灣 明明出國 結果呢 你根本不知道 或是你知道也不處理 對 然後呢 申報就申報出去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顯光 因為那個健保 可能還是牽涉到健保 資深的大牌的民醫 開刀去要健保費 跟之前的住院醫師 開刀要健保費 申請補助會是不一樣嗎 健保當然因為手 因為醫生兒就差別 不會 不會 因為就健保 他就是一鍵就是多少錢 跟所謂的詐領福報健保無關 我覺得健保署過去都是用這樣子解釋 但最後我們健保特約管理辦法 第三十九條 明明就規定說以不正當或虛位的證明 來申報費用 或報告申報費用 其實就是可以停約一到三個月 但他會說一樣是一個醫師 那這中間當然你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手足同意書上也是說 說明的醫師簽了 不見得代表他真的是會自己開刀 或那這中間民眾去看了這個門診 做了評估要開刀 可能就是看著這個醫師的醫術 或經驗去簽了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簽上面說 我是不是會親自開刀 或我全程開刀 還是我先說明 像林醫師說明 如果我遇到出國 我可能就找代班醫師 會有怎麼樣 或是我是主刀 但有特殊狀況 我還是會進來 那我覺得事實上民眾 自行同意去選擇 這就是一個契約的關係 但現在我們很難在民法上說 這是契約不履行 因為我們的手術同意書 就是這麼陽春 只有一個醫師的簽章 並沒有把這些 牽涉得很清楚 那我們以後是建議說 包括衛福部 或是立法院可以要求 我們以後不管動什麼刀 在手術同意書 旁邊就是要註明說 動刀的醫師是誰 寫清楚這樣子 這很難 因為你教學醫院 住院醫師 譬如說我現在是九月 我要排一個下個月的子宮肌瘤切除手術 那住院醫師下個月輪到這個開刀房的住院醫師 可能是另外一個住院醫師 不是這個月的值班住院醫師 那或者是說我們刀跟刀之間接刀 這個手術可能是某一個住院醫師是第一線主折 但他這臺 他前一臺手術還沒開完 我們另外一間已經在開了 瞭解 他可能是下一個 我沒有辦法在上面寫出這個東西來 那這裡面我其實要強調兩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這裡一直提到會出這個狀況是 尤其都是在教學醫院 那教學醫院他有 我們其實允許他有教學的這個功能 他本來就有這種 我是主治醫師 可是你可能當天是我的住院醫師幫你處理 這是第一個事情 可是住院醫師是誰 你說要讓住院醫師 患者說 來 就是這個 下個月就是他拿你開 下個月就是他 這個太難了 這實際上有非常大的困難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這也是我要講 站在分級醫療制度裡頭 哪裡有我去指定 誰幫我開刀這種事情 如果是標準的分級醫療制度 轉介到醫學中心 就是一個團隊幫我處理 也就是說病人 今天被轉到醫學中心 去做一個特定的手術 他當然會有一個團隊來照顧他 他不應該是迷信某一個醫師說 我就是指定他 一定要他來幫我做這個事情 所以請問這個要求的住民 所謂的動刀醫師 不可行 這個我在解釋一下 其實實際上是這個設計 沒有這麼複雜 我們講的是說 當然是排除說緊急的手術 好意外或 那當然就是排成的手術 那我們那個設計只是說 也問過醫界的朋友 就是說我們只是在說 因為我們都是找主治醫師評估 你先去看門診評估 做這個排成的手術 所以我們那個設計 不是說寫說主治醫師 動刀醫師是誰 把所有的人要先在手術 通訊書上寫 而是說他其實是一個選項 說我 因為我是看這個主治醫師的門診 做評估 那主治醫師會不會親自動刀 還是我勾說 我主治醫師沒辦法全程親自動刀 但是會有我的團隊 還是說其實因為考慮到的狀況 不見得會是由我主治醫師親自動刀 讓民眾可以自行選擇 我相信民眾也可以理解說 我到特別是到醫學中心 因為他有教學任務或主治醫師有特殊的狀況 當然不見 但可能要讓民眾知道 民眾可以自行去選擇 我覺得這個是 太誠實了 譬如說 譬如說我等一下要動那個心導管 後天要動心導管好了 就簽那個手術同意書 上面就說呢 陳信聰你後天的心導管手術呢 可能由你的主治醫師某某某動刀 也可能由所謂的住院醫師某某某動刀 也可能有什麼什麼 寫了一大堆 就是把全院的醫生名字都寫上去就好 其實就三個選項 我講一個事情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現在我們幾乎只要是要開刀 都會經過麻醉科醫師做數前評估 這是標準程序 也就是說在手術之前 你要有一個麻醉科醫師跟你談 你上什麼 你是開什麼刀 你會上什麼樣的麻藥 上麻藥之後 你會不會什麼不舒服 你的本身的情況會不會有什麼風險 麻醉評估的醫師 其實就不見得是你進開刀房之後 幫你做麻藥的醫師 這是合理的 因為你就是在這個醫院 接受這個 接受這個治療 接受這個手術 那幫你評估的醫師 他是確認你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問題 或確認你瞭解麻醉會有什麼風險 瞭解 但是進開刀房 我是輪班的麻醉科醫師 其實以受僱醫師那或勞基法來說 也合理啦 也是這樣 因為比方說你住院的時候 你住院的時候 你住院的時候 你可能有辦法知道說 我今天住院之後 我的護理師是誰 你剛剛談到當然是那個醫界的 一些實務情況 可是我站在那個病患的角度說 譬如說特別是婦產科 因為婦產科 因為大家都生過麻油香 生過四塊膀 大家很怕疼 所以我一定是多去找這個醫師產檢 我們認為說這個醫師最瞭解我 或是我太太的狀態或是我自己的狀態 所以當然希望接生或是要剖腹 是讓這個醫師來做 我可以理解 結果呢 說 結果呢 我安心說是這個醫生 結果是從來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他圓或扁的那個醫師 來幫我剖腹 這民眾的感受會很怪 或者是說 我根本不知道等一下那個刀 是不是我等一下這個之前的主治醫師 動的刀 可是如果照這個邏輯去看的話 我們住院 我們受僱醫師 那我勞基法會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我找你產檢 那你幫我接生 可能是代產二十八小時 可能是代產五十四小時 那這段時間 我不換醫生嘛 對不對 那等我生完了之後 這個醫生的那個勞基法 他的這個禮拜的時數 可能就滿囉 總是就是希望 如果可以盡量他來接生 所以我一定要鼓勵大家 其實不要忘了 這些我們講的 這都在醫學中心 那事實上多數的 這樣子的手術 或者是多數這樣子的 成的 這要處置 在區醫院跟地區醫院 是可以可以處理的 區醫院跟地區醫院 是沒有住院醫師的 不過這部分 可能還是要再跟病患 做更多的說明 但是病患最難接受的 就是說 明明這個醫師 是在國外 可是簽名是說 簽他動得到 這個怎麼樣 就說不過去 另外一個 還有是大家覺得說很怪 是不是真的 臺灣的很多醫院 幫你做了很多的 無謂的 沒有意義的 沒有必要的醫療檢查 譬如說子宮鏡 這件事情 是由林口長根醫院的 護理人員 自己在內部寫了一個 公開信 因為牽涉到一個 小生命的逝去 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子宮鏡事件 有多嚴重 女性不正常出血或驚奇不順 醫師在婦產科門診 有時會建議做子宮鏡檢查 用壓力水柱打入 將閉合的子宮腔撐開 再用內視鏡看有無病變 有醫師說 因為這是侵入式的檢查 檢查前都會先瞭解病患 醫生一般都會做詢問 那如果你有避孕 不會懷孕或怎麼樣 或者是不孕 那這種情況的話 那做這個檢查是必須的 但林口長根傳出 今年八月 一名婦產科醫師 疑似沒有先驗孕 就對病患進行子宮鏡檢查 導致二十三週的胎兒 遭產死亡 長根醫院 坦承醫師確實有疏失 當初因為病患說 有吃避孕藥 因此沒有先驗孕 而這名醫師也被聽權 三個月處分 此外長根內部護理師也指控 長根將子宮鏡檢查工業化 門診約九成的新境病患 都會安排這項檢查 因此健保署將成立專案小組 調查長根有無醫療浪費 我們來看看這一封公開信 這是在林口長根醫院 自己內部流傳的公開信 他談到說八月二十三號 林口長根醫院動了一個刀 然後子宮鏡檢查過程中 這個是林口長根的護理人員 突然不預期的生產出 將近六百公克的 但還有生命跡象的胎兒 有生命跡象 那這封信講的 那是不是事實 這個還要再查證 那信裡面說 他因為還有生命 可是醫師說不得對新生命進行急救 命令他們必須協助 謀殺胎兒的生命 而且要全部立刻禁聲 那這邊信也談到說 林口長根醫院 為了業績過度醫療 那他們只看到婦產科醫師 商業取向為了賺取自己的自費醫療 強迫病患 接受不必要的醫材 機器人手術呢 新臺幣三十萬五十萬的滿天喊價 然後談到婦產科醫師 投機取巧 假借親友名義 欲佔特殊檢查的員額 然後方便擴大自己在門診的診療 影響力 還有不當醫療的收入 譬如說子宮鏡檢查 他談到全世界似乎只有長根醫院 把這項侵入性的檢查工業化 工業化意思就是來都來救 那當成快速牟利的置入性行銷工具 十個新病人九個都安排子宮鏡檢查 同一個人短期間內 還重複做好幾次 然後呢 所以很多時候呢 子宮鏡檢查室都是門庭弱勢 然後之後再去做所謂的開刀房的 子宮鏡手術等等等等的 那可是他談到說 醫院的高層從來也沒去檢討說 這個安排是不是過度 也沒有說真的進行檢查 而只是虛晃一招 然後呢 是不是只是拿來騙健保給付 偽造檢查紀錄的手段 我先請教一下委員 你怎麼理解這件事 這麼嚴重 我們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覺得很離譜 因為懷孕六個月大 那個子宮已經超過肚臍的高度 你只要衣服一掀起來 只要是婦產科醫師 你當然除非病人很胖很胖啦 正常體格的 你就會覺得他下腹怎麼有隆起 那第一個事情 在所有的檢查裡頭 我們有一個原則叫做 no harm 不傷害原則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對這個病患 做不傷害的事情 那是優先考量 所以比方說 以婦產科 最好的工具是什麼 我們最常用的工具 是超音波 也就是說超音波檢查完 我們認為有需要做檢查 超音波檢查完之後 認為他有必要進行子宮鏡 子宮鏡是下一個選項 那所以這個case 我們聽到說 為什麼他會在 沒有超音波的情況之下 直接做子宮鏡 然後子宮鏡 還在過程裡面 沒有發現這個患者是懷孕的 這個真的整個流程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再去追 我們後來也瞭解到 就是說 據我們所知道 長庚醫院的子宮鏡的安排 是真的比其他醫院的流程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也要求婦產科醫學會 就是說 醫學會這邊有一個責任 是要把重新去要求 我們在婦產科這邊 標準流程是什麼 因為就我的理解 標準流程其實是超音波 超音波裡面 可能有大概十分之一 或不到十分之一的個案 需要安排子宮鏡 可是在長庚 這個流程裡面 有一部分的醫師 他的流程是先排子宮鏡 而沒有超音波 超音波跟子宮鏡 在健保申請費用上差很多嗎 有差 很多 有一些 所以用多做子宮鏡 就可以多收入 收入上相對於超音波來說 而且在申報上面比較容易 不 我們還是請教情況 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嚴重的 然後那不但說牽涉到 所謂的是不是過度醫療的部分 那還牽涉到生命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護理院公開信 剛剛我們就念過了 長庚的說明是什麼呢 說病患罹患多囊性的卵巢症 經期問亂 那該醫師在子宮鏡手術 沒有先驗孕 沒有發現懷孕 處置沒有周全 停權三個月 那胎兒出生 三名醫師當場確認 都已經是死胎了 不是信裡面說的有生命跡象 我們不去救他 然後醫院方也組成了調查小組 對於所有的子宮鏡病例逐案審查 那個案強調都符合適應症 都符合檢查的適應症 林口長庚醫院 是臺灣最早推展子宮鏡檢查的醫院之一 病人檢查比率大概是三趴 不是說十個九個要做 我想請教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過度的腐爛檢查 我覺得因為很多媒體記者都問說 這只是單一個案 還是其實背後 有些系統性的問題 是冰山的一角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包括剛才那個醫師出國 還能夠申報 其實我都覺得健保局 真的腳麻已經很久了 他其實早就已經在說出入境資料 都跟醫師人員勾擊 但是他還是抓不到醫師出國 那這個他申報量這麼大 跟同彩比起來 他們每次都在做同彩的健保大數據 雲端的分析 那居然也沒有針對這些去了解 我覺得這個事情 甚至說這個公開信 已經流傳了一個多禮拜 然後我也沒看到健保署或衛生局 有比較積極的動作 只是在晚報報了以後 他還說我一週內要去查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對政府很多處置 是蠻失望的 那另外回到這個個案來講 因為我們的生產救濟法 兩年前過了 去年上路實施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選日本有一個 雖然我們是三十三週以上 才會有生產救濟疾伏 但是我們的法條裡面是說 只要有生產相關的事故 都應該責成這個醫院 有衛生局去查 做一個根本原因分析 包括RCA 但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也沒看到說政府說 我就真的照生產救濟法 去做一個RCA 根本原因分析 了解說這是一個單純的人為的問題 就定調在這個人 我把這個人停掉 還是整個醫院的系統 其實他就是把關 沒問題 甚至是默許這種行為 或鼓勵這種行為 OK 顯光我請教你 然後剛剛我們談到 所謂的那個子宮頸 我想問的是說 現在這種不必要的 過度的腐爛的檢驗 是不是真的太多 問題很嚴重 我們來看看前二十大檢查 全年支出要到七百億 前十二大一年 我們就要花五百五十六億 來去做檢查 第一名是電腦斷層 第二名是超音波 再來是磁症噪癮 然後心臟酵素跟血脂 病理循環機能等等的 其實如果有病 病院 所有的都會自己檢查一次 過度 腐爛 問題很嚴重 問題非常嚴重 健保署自己公布的數據 有人一年就可以做九十六次的 血液全套的常規檢查 有人可以做十次的MRI 一年一個人 一年九十六次 九十六次血液常規檢查 然後有人十次做MRI 有人一年做二十四次CT 其中在七家冠海冠海 其中有一半以上 都在同一家醫院 這是他在健保同一個分局裡面 那健保的雲端 這些大數據 他是在做什麼的 我都覺得有問題 當然病人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那醫院的管理 或是健保署 那到底怎麼在做的 我覺得這個健保 如果一般的民間保險公司 或國外的 就算是英國的公益制度 也會 難道會這樣子允許 然後而且我們還號稱 我們自己有一個健保的雲端 有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我覺得這都是大的問題 但回過源頭 我相信委員同意 臺灣的健保給付的制度 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的醫師的診察 專業的費用給得很低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 開很多檢驗檢查 我們真正回到說 國外說把診察費調高 回到知識座價 不用再多開很多 不必要的檢驗檢查 或是開藥這方式 我覺得這個知識座價概念 其實講了非常久 二代健保也有提到過 但是現在我們還是說 你只要開越多檢驗檢查 你可能醫師的PF制度 PF你拿到的醫師費 或你的收入就越高 那也是醫院的經濟母 不過委員這個浮濫檢查 恐怕也不是只有 臨口長根的問題 然後應該所有的醫院 可能都會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 健保署的怎麼認定 以及管制的問題 第二個 怎麼老是在臨口長根 所以這件事情 明天早上 我跟健保署 還有醫師師 還有婦產科醫學會 我們會有一個聲明 這裡面我大概有幾個想法 第一件事情 健保署要針對特定醫院的特定檢查 甚至特定醫院 特定醫師的特定檢查 也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特別集中在某一群人 某一些醫院 專門在做某一些檢查的 他去勾集出來 去比對 那這個部分要交由 專業的醫學會去判斷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會不會侵犯到病患權益 明明該做的 但是現在變健保走起來 其實現在 所以為什麼我說 像剛剛顯光在講 說電腦斷層二十幾次 那個那個病人很厲害 他是故意去掛急診 所以你醫院在他就 就電腦斷層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就說這種就是有問題 但是你這種也要掛在醫院說 我故意扶爛檢查 醫院根本不知道 你為什麼從臺北跑來 臺中做斷層 他跟你講的頭暈 想吐 所有症狀都符合 醫生敢不敢不檢查 所以扶爛裡面 有一件事情也包含 病患的責任 醫病關係不好 所以其實李柏章署長 有講到說 接下來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在做病人做檢查 也要做部分負擔 而且部分負擔要拉出來 就是說你必要做檢查的話 那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你這個檢查的數量 是太多的 那你要這個病人也要自負一點 才有一點壓力 是 那婦產科 子宮性這件事情 我們也請婦產科醫學會 就我所知道 禮拜天他們已經開過了一次院士會議 也就是說去查長根醫院 這件事情 到底是長根醫院而已 還是其他醫院有這個問題 好 那當然後來我們所 據我所知道就是 有一些特定醫師 他整個的流程是有問題的 那第三個事情 其實就是回到醫師師 也就是說假如在這些特定醫院 他們的這個流程 因為這些都是教學醫院 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說 教學醫院 你讓你的住院醫師 未來當婦產科 組織醫師這些學生 學的是一個不正常的 不標準的流程 那他的教學醫院的資格要去查 甚至要把它取消掉 小光你的意見 特別是對這種財團型的醫院 我覺得現在還是要改善說 健保給付的制度 另外一個就是醫院的PF制度 我覺得這種抽成制度 底薪很低 就是你要開越多檢驗檢查 我覺得這個制度 衛福部其實在醫院評鑑 應該就可以去規定 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期 讓精彩繼續 十點全紀錄 生命物語第二季 世界的供給中國 探索生命力 來到動物的最高住所 中國野地時景 在嚴酷的環境中 動物如何展現生命奇蹟呢 週二晚間十點 十點全紀錄 生命物語第二季 就在公共電視